罗斯古诗文 诵读千百年 欢迎来到罗斯古诗文 少年学霸 宰相之才 刘雨昔士图一 有位诗人 曾用一首《石头城》告诉大众 就算本人尚未踏足精灵 仅靠想象写出来的诗 也是耳等凡人比不上了 这位靠读万卷书 就能胜过旁人行万里路的天才 就是我们这次课要聊到的刘雨昔 有生之年踏足精灵之后 写下了旧诗王谢堂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千古名句 行万里路后的刘雨昔 更是令人望尘莫及 772年 刘雨昔诞生在苏州嘉兴县 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户 关于雨昔二字 有人说来源于书与共 雨昔玄规告绝成功 意思是此娃乃天赐的宝物 也有说 昔吉赐 结合刘雨昔自梦德 推测因其母亲梦见大雨次子 而得名雨昔 无论是哪种说法 刘雨昔都肩负着父母望子成龙的 殷切期望 唐朝时还留存着 未尽士族门阀之一风于运 出生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世人对自己的评判 世人们互赠诗文时 喜欢在开头处先夸夸对方显赫的家世 如项门才子提其朱旗等等 刘雨昔也不能免俗 关于其身世 有人据史料推测可能为匈奴后裔 但刘雨昔坚称家本行上 极占洛阳 认定中山晋王为自家祖先 将自己塑造成拥有高贵血统的皇室后裔 真元九年 刘雨昔考取晋士 年级二十一岁 唐雨林中记载 大诗人远诊考上明经 就去拜访李赫 李赫一看是明经集地 便闭门不见 还派仆人出来带画明经集地 何事来见李赫 考场骑士至此 在白居易系列的课程中 我们讲过 即便是白居易是二十九岁才考取的晋士 并且 刘雨昔幼时就起拿着写字版 紧随擅长诗词的文人身后 准备随时请教记载 易于常人的天赋 加上自身的勤勉 真乃别人家的孩子的标准模样 自认出身高贵 科举之路主木 刘雨昔自然是天生骄傲的 但让她骄傲的还不止于此 她的围观之路亦是顺风顺水 近世吉地不久后 便官至监察御史 二三十岁便收获了未及仁臣的荣耀 当时的皇帝唐顺宗是个病秧子 朝政基本托付给了王淑文大力 王淑文非常欣赏刘雨昕的才华 曾称赞其有宰相之才 漂亮的人生履历 稍微有点适才傲物 也算是情理之中 但刘雨昕已经达到了仗着自己做了高官 连刚正不握的世子也瞧不上的地步 这样的性情和为人 也为她后来的师徒埋下了隐患 安史之乱之后 唐朝由胜转衰不可逆转 永真元年在宦官专权 翻证歌剧 同党之争等复杂的被等因素之下 刘雨昕和数位有志之士一起 试图通过发起一场赶阁 来恢复大唐王朝的兴盛 史称永真革新 永真革新之前 天才少年刘雨昕的人生之路 可为平顺通达惹人眼红 此后的人生会给刘雨昕 打开怎样的卷轴呢 我们下节课继续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罗斯古诗文诵读千百年 下节课见